4月27日 据港媒报道 演员曾江在简易酒店去世 享年86岁 在27日中午 一位酒店工作人员发现一位老人 卧倒在房间内 昏迷不醒 情况不妙 他随即报警求助 经过警方的调查 这位老人已去世 死因还有待进一步确认 经过辨认身份 这位在酒店去世的老人正是知名演员曾江 事故发生后 网上一片哗然 不少粉丝 影迷都表示一切太过突然 作为TVB的老牌戏骨 曾江曾出演过诸多影视剧 当年他凭借电影《大马戏团》正式出道 之后加入TVB发展 83版射掉《英雄传》中的黄药师一角 让他彻底爆红内地 深受大众喜爱 即便后续出了多个版本 曾江依然被称为史上最帅最经典的黄药师 2015年 曾江一举夺得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奖项 当时他已是80岁的高龄了 如今他虽然年岁已大 却依旧奋斗在演艺岗位上 即使头发花白也坚持自己调威亚 非常敬业 最后也祝曾江一路走好 他的作品会一直陪伴我们